你知道红烧肉怎么做才好吃吗 今天就把从30年老厨师那里学来的技巧和方法分享给大家 先把五花肉切成这样的小块 把五花肉冷水下锅焯水 加一点料酒去腥 再放点葱姜 焯水之后劳出备用 锅里加点食用油放入几滴冰糖 然后开中火不停的炒 直到把冰糖炒成这样的香油色 然后往里面加入半碗开水 搅拌均匀之后倒入碗中备用 接着再起锅烧油 放入葱姜蒜 八角桂皮香叶和干辣椒炒香 炒香之后下入五花肉 炒出五花肉里面多余的油脂 这样做出来的红烧肉吃起来肥而不腻 然后倒入刚做好的糖水 加入一勺生抽 再加点老抽上色 然后翻炒均匀 接着加入清水冒过五花肉 盖上盖子小火慢炖一个小时 然后再加入适量的湿盐 翻匀之后然后大火收汁 收汁之后装盘 非常好吃的五花肉就做好了 哇真的是太香了 色泽红料又人吃起来肥而不腻 真的是太好吃解馋了 好了喜欢的朋友们赶紧在家试试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